可能你现在在听的是雨后阳光 Raymond & Wong 有的直播时间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当你看完订阅状况之后 当然有一件事我也是想大家帮忙的 按住小铃铛 除了按住小铃铛之外 也看看你们有没有在微信 或者在WhatsApp分享我们的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辉仔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就说那群人抹黑不准澄清 跟美国正在做的事情一样 同一条路 那些正棍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了 有些事情就是他们的声音大了 你想想19年的时候 我不是想挑起大家对19年发生的事情的一些记忆 我其实不想这样做 但是有一件事你也要留意 就是如果媒体是只有一种声音的 那只有一种声音的话大家可以想想 究竟你接触到的资讯有多贴近事实 你自己可以有个问号 也要多谢LineCat88你的支持 Pearly就说他们一党在佛门地大鱼大鱼 始终不合常理 其实有没有在佛门地大鱼大鱼呢 我们迟些会说吧 我也不想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结果也说了两节 过了一节半 或者 其实本来想着等麗莎姐才说的 不过想想也是不好的 因为麗莎姐有更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是可以做些分析的 希望大家把我们这些节目分享出去 也是多谢大家的支持 Chan Irene就说不要激怀自己算了吧 那我有没有很生气? 其实我一直说话都没有生气的 是不是? 除非有人特意来激怒我 是不是? 烧飞亮就说有些人善于偽装 道行很高 有时防不升防 那你也要多方面观察有些人的行为才行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要紧了 讲一下封面那个话题 讲完封面的话题 今晚的节目就完结了 因为我也是想简简单单讲一个小时左右 尽量不想超过一个小时 美国当然之前就有个巨峰叫Haline 也多谢Line Square人的支持 很多谢你 Haline在北卡罗罗纳州的西部 造成严重的破坏 上个星期三 其实 他们已经有开会了 就是在Retford County 看看怎样可以处理好 现在受到巨峰吹集的社区 处理那些搜救工作 以及重建破坏了的事情 他们开完会之后有多麻烦呢? 上个星期三开了这个会 Retford 这个会是公开的 公开的会也有阴谋论出来 阴谋论是怎样 其实美国现在都告诉大家 因为阴谋论是赚到钱的 就像Alex Jones那样 他靠阴谋论赚到钱 很多人就乐此不疲地去讲阴谋论 而且不是平衡地说的 当然你说我也有讲阴谋论 今天在车陆那一节 也是讲阴谋论 我有讲清楚 是有两个可能性的 那你自己 向哪个可能性的方向 是你自己的决定 不是我的决定 当然有些人当然有偏向性 是偏向相信有阴谋的事情 其实事实上是不是有阴谋论 可能是没有的 我想呈现一件事给大家看 就算有一件事摆在这里 事实摆在这里 它有两边的看法 一般人都是倾向于相信阴谋论的 就是我讲的现实给大家听 Judy KYC就是说 人人都有聂奇心态 当然是 这是人人都有聂奇心态的 那些阴谋论是怎样的呢 在社交媒体出了一些贴文 就说这个是Rutherford开会的 或者叫Rutherford 这个会是秘密会议 内容涉及 Boodoozer 推套机 要没收 甚至卖土地 来赚钱 以及开彩里金属 其实这个地方有没有里金属呢? 其实呢 很惨 其实Rutherford那里当然没有里金属 其实他唯一有里金属的地方 就是在当地的店铺买里电而已 就是那里有里的了 其他地方都没有里的 这个四级巨峰在9月26日的时候登陆 其实... 在备国的东南部 已经死了几百人了 现在已经是 如果我回看这个数字 应该是两百多人死了 其实不只是两百多人死了 那么简单 他也伤了几千人 我理解就是 所以... 他们也很严重 也多谢Rafi Cane的支持 多谢你 现在当然 有很多阴谋论都走了出来 其实... 这个参加了会议的... 原委员会主席叫Brian King 他也说 那些阴谋论的力量 是令人沮丧的 是令人沮丧的 当然还有就是... 你现在譬如说那些推土机 是要拿来抹收别人的土地 或者用来挖一些你出来的 赚钱 当这些阴谋论出来的时候 你要推进那个... 搜救啊 或者推进那个... 重建的工作就会很困难的了 但是现在... 很多假消息 尤其是在乔治亚州 和北卡罗罗纳州 非常猖獗这些假资讯 现在的假信息量 是令到美国的官员 和专家都感到震惊的 但是这些假消息 其实很惨的一件事 它在社交媒体里传的 其实这件事 就不仅是美国有的 在很多地方 就算有天灾之后 都是很多假消息传来传去 阿丁就说 灾害因素不可抗 愿受灾害者早日伏偿 现在有点难了 因为现在 基本上这些阴谋论谣言 或者谎言 其实是阻碍了准确讯息 以及准确的资料 如何散布出去 其实是 你现在说真话的人 没有人相信 又是回到一个最惨的情况 说真话 没有人相信 但是 在马斯基督斯 他 叫做 Maritime Academy 他的 Assistant Professor Emergency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紧急管理助理教授 他叫做 Samantha Montano 也多谢 周蕭你的支持 他就说 我从事救灾活动 二十年很多了 我都没想到 为什么 有一场 严重灾难 会有这么多 的错误讯息 走了出来 也多谢卡拉拉尼的支持 多谢你 虽然这个预风 摧毁了美国东南部地区 令到230人死了 230多人 这个数字应该是 其实受灾的中心就是 北卡罗罗罗州西部 和田纳西州的东部 那么 这个年经过一个星期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与世隔绝的 现在 好像Chimney Rock和 Lake Lure 这两个地方都是Rutherford County 其实 根本是去不了 为什么那些车 是过不了的 因为路坏了 还有没有水没有电 还有没有手机服务 现在是这么严重的 其实在Rutherford County 那里有一个警长 叫做Aaron Allenberg 那他就 用了几天去辟谣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辟谣呢 就是 要告诉别人 喂 我们那些推土机 不是拿去挖你 还有一个谣言 就是更加可惡 这个谣言就是 这个谣言 经常在大陆都会出现 我经常都说 这些天然灾害 救灾的谣言 在大陆出现 通常都是在大忌院说出来的 现在回到美国 回到美国 就是 那些推土机 就是用来掩埋屍体的 哈哈哈 这个推土机是埋屍的 这个推土机是埋屍的 这样说也可以 喏 美国是不是吃回力表 我不敢说的 但是呢 就是 在国内有天灾的时候 或者有灾难的时候 你未必是天灾 国内有时候 可能有些工厂有意外 那你有推土机出现的时候 就有人传 是用来掩埋屍体的 在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这些假资讯呢 就是 你害人中害己的 你想想假资讯去害人 你肯定会害自己的 其实是 喏 那现在 还有一件事情 其实 大家都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 刚才我说过Aaron Allenberg 他就是 Rutherford的警长 是Sheriff 他用了几天去搏斥 这些说法 但是他也说 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很厌倦 这些废话 Judy 说 所以是因为天灾 灾区通讯不好 所以才有这么多谣言 其实不是的 你想想那时候 在国内地震的时候 地震的时候 拍了一些照片 譬如崩了一些屋子 有推土机出现 都是有人全是染了屍体的 有些事情 你想想 我认为 有些事情根本是不会发生的 我认为 推土机在灾情的地方出现 一定是去搜救一些人的 现在竟然是 有些人想到会 去掩埋屍体 或者是挖一些理 出来 如果不是一个矿区 那里挖你 你会挖到多少理 会赚到多少钱 有些常识的人 都知道这些 基本上是狗说 对不对 对不对 河虎说 19年港铁变运私工具 真是人都瘋 是啊 他那时候还可以说 运一些屍体上大陆 在旺角站的地铁 可以去到大陆 那些屍体 你说港铁是装甲运私车吗 那时候19年是有人传这些 我们都说这些根本是瘋的 你说港铁可以由太子站 然后把屍体放在九龙湾车厂 然后再由九龙湾车厂 直接上去大陆 那时候有些人是这样传的 其实根本是没可能的 你知道大概一个铁路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你就知道 根本就没可能 走在观塘线的列车 可以走到东铁线那里走的 这些是没可能的 他的电力系统也不同 你认识少认识的人都知道 这些是没可能的事 其实是 不过他们是这样说的 Daisy Story就说 所以人必须能够自我分别真偽 很难的 有很多人是很懒的 他没有求真的精神 其实现在社会很缺一件事 其实就是求真的精神 有很多人觉得 我把这个工作判了给KOL的嘛 有些KOL说什么我相信就可以了 但其实你自己想想 有些KOL说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可靠呢 是不是真的可信呢 你自己想想吧 对吧 早早一点他就觉得 阴谋律不可怕 最可怕就是一帮人跟风起哄的文字 其实文字是很低的 在很多地方 那荷里玉就说 运到黎智国 哈哈哈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这些是 太子站运到黎智国 也是在同一条线的 但是这个也是没可能的 其实我解释过很多次 你现在在香港 或者在大陆这种社会 人人都有个智能手机 你是不是可以阻止人 把那些信息发布上网 是没办法阻止的 我都说过现实 给大家听 这是没可能的事 有些我都说了 当然 现在在 封灾之后 为什么 现在还有这么多阴谋论出来 其实现在 这些自然灾害多了 又不只是美国多了 其实在亚洲区也多了 你看看现在 就是 早几天在上海 才打风打得很厉害 还要连环两个台风 在上海登陆的 其实这些呢 其实科学是有解释的 这些都是 因为气候变化 令到自然灾害 其实是激增的 其实去年也是这样的 去年热浪洪水 野火之后 有人就是说 有人就是说 有气候武器 真的不是开玩笑 他们现在说什么呢 他们不是说 能量武器 即是那些能量武器 那些能量武器 那就会搞到有天灾 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现在说完事情给大家听 现在这些谣言 特别传得容易的 因为有人是怎么做的 我解释给大家听 有人就 跟AI查 那 他跟AI查 查完之后 咦? 查完之后 不是查 是查完之后 可以叫AI写一些故事出来 因为AI最擅长 我告诉大家 现在有很多 做游戏的人 他写故事 画公仔 都是用AI去做的 就是第一个初稿 现在是用AI去做的 以及写小说 其实这件事 AI是很强的 比人更加强 为什么呢? 创意 为何AI比人更强 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东西 就是随便说出来 AI是比人更强的 以及他说出来 会令人信服的 其实ChatGPT 一直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就算乱说 其实我之前 以前也做过节目 告诉大家 ChatGPT 尤其是用中文去跟他查的时候 他说错误的资讯出来 都可以令人信服的 其实 英文的资讯也是 只要你和他查一下 查一下 其实他 是可以将一些 不是很真确的信息 因为他不会确定的 其实 AI 他做了 Generative Model 出来的时候 是不会经常确定的 他不是经常确定的时候 看看是否事实 就不会照样说 而且他说出来 因为他 你看到的 ChatGPT很厉害的一件事 就是 就算他错误的资讯 他也是说到会令你信的 其实是 好,也要多谢Yu Tom Wong你的支持 Kent Yu就是 AI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 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对吧 对吧 现在当然还有就是 有人扭曲 或者特意去推动这些阴谋论 这些是有的 其实当Haline 横掃了美国东南部之后 我告诉大家 在Elon Musk的平台 又要讲电动车救世主 因为Elon Musk现在也是不断讲的阴谋论和谣言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Elon Musk 他买了X之后 他取消了所有内容审核 就是他不会fact check任何东西 其实结果呢 做了什么出来呢 就是 他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去传播一些假消息 以及他放大这个假消息 他在X那里 还有 Donald Trump 他也有一份 这个美国总统候选人 他说什么 他就说救灾资金 现在是用来安置无证的难民 无证的移民 接着呢 川普就说 现在受灾的地方 是保守派地区的居民 民主党是不救这些人的 当然这是狗说的 为什么呢 其实在美国的共和党州长 实际上是赞扬了拜登政府 救灾的措施 还有拜登做了一件事 他没错 他很支持工会罢工 码头工人罢工区 拜登是支持工会 因为要选票 但是我 告诉大家 这个 现实 大家要认清楚 就是 这个 大家可以 看看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看看发生什么事 不是像川普那样说的 其实拜登 结果他严格来说 是叫停了这次罢工 因为要救灾 所以暂停了码头工人的罢工 你明白吗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何虎就说 因为人已经信任电脑 已经没错 但查看GPT Link的资料 他自己本身分不了 对还是错 所以 就可以作出很多真真假假的故事 他作故事是很厉害的 其实现在 Generative AI 他作故事是很厉害的 你可以拿去做一些 simulation 你可以拿去做一些 simulation 但是 实际上 他里面有其他东西 我告诉大家 他里面是有其他东西的 总之有些东西 根本就不应该用查GPT来做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都是用查GPT来做 科研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用查GPT来做的 但是他是一个 black box 就是他是一个黑盒来的 当他是一个黑盒的时候 你没办法理解他后面的原理 你照样给他做的时候 其实人类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AI 这个是很危险的 我说的事情给大家听 特朗普的发言人是离谱得怎么样 他的发言人叫Caroline Leavitt 基本上 别人问他 特朗普说的东西好像有问题 接着他就重复一次特朗普说的东西 其实 其实 北卡罗罗纳州的州长 他出了一个声明 这个是Roy Cooper 他就说 这些假讯息 在风暴过后传出来 其实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是致命的 那田立西州 他在那里 有一个叫Knox County 他有一个市长 或者村长 他叫Mayor 叫Glenn Jacobs 他有说到一件事 如果每个人可以暂时放下仇恨 暂时放下仇恨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两极化 两边的 共和党的人 有很多都不喜欢民主党的人 反过来也是 当你是这样的情况 只是我的看法 大家 仇恨放在第一位 不会帮到任何人 那这个 Glenn Knox 他就说 喂 不行啊 大家出来 不是 Glenn Jacobs 不是Glenn Knox 他那个County 那个院 就叫Knox 他那个Mayor 就叫Glenn Jacobs 他就说 大家 先放下仇恨 大家先帮大家 那北卡罗罗州的 共和党议员 叫Kevin Corbin 他在Facebook那里说 叫大家 制止这些垃圾行为 为什么要制止这些垃圾行为 因为这些垃圾行为太可惡了 因为伤害太多人 你明白吗 也要多谢Merek Wong 和Clara Fung的支持 很多谢你们 那 《冷静88》就说 有是太子死人事件 但是 在美国之前没有试过这些事情 而且 我告诉大家 很多假消息 其实是针对什么呢 就是针对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这个叫做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这个FEMA 它在2005年的时候 因为2005年的时候 其实是很麻烦的 那时候就有个巨峰叫Catrina 那时候 它是搞得很麻烦的 那时候是 自从2005年开始 这个FEMA 聘请多了很多有经验的管理人员 包括现在的 阿姐 叫做Diane Criswell 这个Diane Criswell 以前是在纽约那里做的 但是 当然FEMA 其实现在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它面对很多假消息 所以这些假消息是很危险的 喏 其实不只是假消息危险 我告诉你 只是一部分的资讯 它是真的 但是它不是真相的全部 其实也很危险 这件事情 这是我说的 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找出一些真相 是这么重要的 起码你要有另外一边的故事 让大家听到 大家自己可以去判断 要判断这么多事情 很辛苦的 一定有些人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FEMA 现在 有人说 他们的联邦緊急管理局 偷了一些捐款 把救灾的资源转到乌克兰 是很疯狂的 我跟你说 美国现在真是瘋得不得了 也多谢NEOK你的支持 很多谢你 那么 在北卡罗罗泽州 其实他们已经有700多个FEMA的员工 还有千多个国民卫队的人员 还有FEMA 拿了三千多万美金出来 是捐助灾民 是可以住酒店的 现在根据他们公布出来的数据 在北卡罗罗州和田南西州 其实有千七人透过FEMA的计划 住在酒店里 拜登上星期天还宣布一件事 就是在北卡罗罗州西部 再多派五百个士兵 那么他为什么要派士兵 其实就是 基本上 美国和大陆都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说的现实 当基建冲塌了的时候 有天灾弄烂了基建的时候 最初去开路的人 就是军队的人 在大陆就是解放军 美国就是他们的国民卫队 以及军人 所以 现在其实这些假消息 在美国也弄到他们自己的事 你说是不是报应 2019年传这么多假消息 现在是报应 我不敢网谈因果报应的事情 不敢说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就是事实 就是假消息对任何社会 都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个就是见得到的事实 还有一件事就是 在美国 现在搞到 那些FEMA 那些员工觉得很恐惧 为什么觉得很恐惧 我告诉大家 就是美国现在有人颠到 呼吁那些居民 自己组成民兵 来挡住政府的人员 这些事情呢 在19年的时候是发生过的 不是没有发生过 香港19年的时候发生过 他们自己一队人 我不信警察 叫警察做黑警 警察来我们阻止警察 19年就试过了 现在美国正在发生一样的事情 你说是否报应 我真的不敢说 不过 总之 你看到的事情 就是他们都中了这个假消息的 你说回力标就行 好像河虎江回力标 就是他们中了假消息的陷阱 其实现在美国的错误讯息的范围 是渗透到 连地方的政府也是这样的 其实 大家要记得 对上一次在美国 有这么多假消息传来传去 就是阿森做总统的时候 就是刚刚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是阿森开始的时候 就是阿森做总统的时候 做到最后一年 其实是 那时候就是大量的假消息走出来 现在 基本上 他们不信任的 就是那些人对政府不信任的程度 已经去到那些 最基层的政府组织 他们都不信 现在有很多官员和义工都说 他们的努力就遭到质疑 他们觉得很痛苦 其实田立西州的国民卫队 他有一个飞行员出来说 只是在星期五的 他就在田立西州东部 派了4500磅的物资 很多了 那4500磅 因为他持有飞机的 你要记住 每个人想去田立西州帮忙 就是因为他们想来这里帮忙 不是一定要来的 现在那些人是投入了救援的工作 但是那些志愿去救援的人 就乱搞 KW王有没有说中俄 伊朗散布假消息 这部分我是看不到的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 根本 在美国他们自己都知道 最大的问题是谁 根本你 射过去中俄 伊朗 都不适合的 为什么我说是不适合 因为现在 在美国传出最多谣言的是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 其实就是 你明白吗? 其实有很多人都很生气 其实是 因为有些人 基本上是自愿人士 专门走去那个地方去帮人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又告诉大家 因为被那些 错误的假消息攻击 就是很惨的 那周蕭他就说 那边好像是 Amy人住 有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啊 这部分我不清楚 因为这些报道没有那么细緻 这些报道 也多谢孟姐姐你的支持 很多谢你 那么 荷里奥就说 那时候引致167事件 167事件 167事件就是2021年 但是 川普的假消息最厉害的时候 其实就是2020年 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 你看看他又叫人用什么 漂白水 什么什么 什么 消毒剂打在身上 那时候 他教人做这些 那时候 又说什么疫苗没有效 那些阿朱 他在那里 其实他好像有扔钱出来搞疫苗 不过他接着又说疫苗没有用 还是怎样的 已经忘了 有些事情都 不过说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么明早 再跟大家见面 明早可能 早晨节目就有另外一个名字 不过 看看怎么样 因为 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 这个节目名字 你觉得好不好 如果OK的 可能继续用 那 大家给点意见 踊跃一点 在节目下面留言 多谢大家的支持 那 明天再见 就这样 拜拜 来 再来 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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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